被媽媽抱在懷裡 寶寶好奇的睜著雙眼 要看看這個世界 原本23號才是育產期 她卻搶先一步 提早在10號凌晨 一時11分出生 算農曆上10號並不是好日子 但家長認為小朋友只要健康出生 就是最珍貴的禮物 他就要出來了 你怎麼辦 覺得很開心 然後因為他想這個時間出來 可能就覺得有國家 幫他一起過著一起生日吧 今年適逢龍年生育率普遍提高 不過雙十國慶卻碰上 農曆上所說月破大號的日子 所以醫院預約剖腹產的民眾 數量減少 但搶在這天提前報到的 國慶寶寶數量卻增加 讓醫院產房忙個不停 今天 今年的寶寶算多 比往年還要多 今年我們醫院從早到 到現在都忙得不可開交 一直都在接生 可以為國家在成長率低迷的時候 給國家加入了很多新的勝利軍 非常感謝 院方也送了一些小禮物 金子跟衣服的禮物 來送給媽媽們 根據海鮮醫院的統計 今年自然產的一共有14個國慶寶寶 比去年增加 院方為了表達恭賀 還特別準備了金子和禮品 送給國慶寶寶 希望這群可愛的寶寶們 都能富貴平安 記者總部會臺中堂報導 記者總部會臺中堂報導